我 我覺得我找了私鄉病 因為我很長時間沒有回鄉下 我很掛念韓國啊 你倆怎麼了? 她私鄉 鄉下的意思是 韓國 自我董事以來 我都沒試過那麼久沒有回鄉下 有沒有那麼誇張 根據我手頭上的數據 不如留幕前去韓國的頻率 已經回落到每年2.1次 較上年同期 足足下掛了50個百分點 我真的很可憐 慢著 在私鄉病之前 我想先處理你的認知障礙 這個是… 香港 這個呢? 是的 醒醒吧 懂得說兩個韓文 因為自己是韓寶人 我覺得身分認同的東西 沒得強求 正常人家選擇的女性 甚麼人都好 你自己不覺得是 也沒辦法 那人家真的覺得 自己在韓國的時候 才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我覺得… 如果要比喻的話 韓國就好像你的情人一樣 事事聲明 我不是正式承認 這個來向韓國的比喻嗎 無論是日久生情 還是一見鍾情 你都是主動跟她結緣 然後投放大量的感情下去 而香港… 就好像一個很麻煩的家人 Bella, 你跟你弟弟相處好不好 這個世界上 能夠令我不愉快的人來說 他也算是數一數二的 那如果你現在知道 你弟弟被人欺凌 你有甚麼想法 我打到電話變成雞蛋 沒錯, 就是這種心態 雖然香港在你們眼中 沒有其他國家那麼慘 而且家人沒得選擇 不過你情不情願也好 由你出生到董事 你就跟她建立了各種各樣的回憶 沒錯, 這些事情已經發生了 你已經受不犯了 就算她沒有別人對你那麼好 但是這份回憶裡的點點滴滴 也不能令你對她自自不利 尤其是她現在前所未有 我們那麼需要你的時候 姐姐, 麻煩你 起床…麻煩你… 我想我不行了 那我有甚麼可以幫你 新的耳朵過來 你做選民 對, 聯門18歲紀 你記得在5月2號之前 登記做選民嗎 對呀, 就算之前已經登記了 也記得上網查一查 你的選民登記資料 有沒有錯呀 沒錯呀, 尤其是如果你搬家 轉了地址的話 記得申請更新地址 和測試是否成功 對呀, 當我買個安心 還有幾天就快點查一下吧 5月2號呀, 記得啦 蛤?